最近讲到无人机 大家都会比较紧张 当然以前都会觉得你来干嘛 现在很怕 突然间来了一个爆炸攻击 怎么办呢 俄罗斯最近就在指控 乌克兰政府无人机攻击 普丁办公的克里姆林宫 是要暗杀普丁吗 不过乌克兰当然否认 那到底这是谁干的呢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最近莫斯科就很尴尬了 5月3号开始 禁止飞无人机 不管你什么无人机 都不可以飞 就在这个时候又传出来了 基辅也发生了爆炸 难道是你炸我 我轰你吗 不是啦误会一场 原来这是一架呢 拜拉克塔TB-2的无人机 就没想到呢 在基辅上空啊 自己失控了 所以呢最后是被这个 乌克兰的空军啊 自己把它击落摧毁了 只是这一连串 大家觉得很尴尬 尤其是现在呢 泽伦斯基在忙什么呢 你知道吗 到处要去这个演讲 那搞得好像不是让自己的国家在打仗 5月3号的时候呢 他到了这个荷兰去访问 原来他还有下一站 他还要去德国 只是现在呢 告诉你他去不了了 因为呢 德国的警方 居然这个消息先透露出来了 泽伦斯基下个礼拜要去访德 所以现在很尴尬 访德行程可能会喊咖 因为泄密的太严重了 连他下他哪一个机场 要怎么走这个路线 全部都被曝光了 我们说 这个德国的情报 还有乌克兰自己的这个情报 是不是也都有状况呢 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 然后等一下我们请我们蔡委员 继续来帮我们点评 最新恶物状况 一架无人机进入基辅上空时 整架顿时烧成火球 上颗流星划破天际俯冲坠毁 原以为是乌军打下俄罗斯无人机 但事后证实这是乌方出手 先击毁自家失控的无人机 就在克里姆林宫遭不明无人机攻击后 俄军一夜派出24架伊朗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 狂轰猛炸基辅 无人机尾翼上还写着为了克工 为了莫斯科等字样 但乌方宣称来袭的24架成功击落18架 宣称这波攻击零伤亡 偷袭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到底从何而来 俄罗斯惊咬是美国策动 但军事专家质疑 俄罗斯的防控能力不可能弱到 让无人机闯进克工上空 加上俄方公布的空袭瞬间 角度太高好 画面太壮观 美国反咬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目的是让俄国百姓相信战争 已经打进自家门前 好让当局扩大真兵动员 才刚与泽伦斯基通话的习近平 位就这起事件选边站 陆方呼吁各方冷静 避免局势升级 此外俄罗斯不断宣称 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系统 已经被击毁到一套不剩 乌方大动作公布海马斯射击影片 解释海马斯都在地下碉堡藏得好好的 嘲讽俄罗斯搞不清楚状况 自欺欺人 记者综合报道 首先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攻击 普丁的总统福克里姆林宫呢 还有现在我们说俄乌之间的矛盾 好像走上了另外一个冲突的一个境界 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我们首先说一下乌克兰 极弱它基辅上空的这一架无人机 现在确定这一架无人机叫拜拉克塔 拜拉克塔是土耳其的无人机 因为它的发明者叫拜拉克塔 它是马斯尔理工学NBA的工程师 回去土耳其就做出这一型的无人机 本来因为土耳其要跟北约其他国家买 其他美国也不卖大家不卖它 所以它干脆自己来 自己做 对而且这个拜拉克塔这个无人机 在叙利亚战争在很多场合 尤其是这个土耳其在打库德族的时候 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能 那也捕获世界各地认为说 这是经过实战 而且有相当成果的一个无人机 那前段时间土耳其就提供了 很多的拜拉克塔无人机给了乌克兰 所以这绝对不是俄罗斯的 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空军说会操作失控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把它打下来 操作失控的时候他自己还发了航空警报 所以这个实在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战争难免会有这些失误 但是克里姆林宫被击漏了那两架 我们画面看的是一架 事实上是两架 两架的无人机 到现在为止 这个俄罗斯没有公布说 这什么型号的无人机 是耶 对 即使说被击漏了 但是一定还查得到 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 那现在就是说俄罗斯咬定 就是你美国干的 就是你乌克兰干的 然后你要这个 要涉嫌要暗杀这个普丁 你说乌克兰有没有想要暗杀普丁 当然有那个动机嘛 两方面的仇恨指引到这个程度了 不过俄乌战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不管俄罗斯怎么攻击 乌克兰的各个地方 各个单位各个设施 从来不打什么 从来不攻击基辅的总统府 他的国会 他的重要教堂 真的毫法无损 是 对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说 乌克兰很多影片 很多人都站在 东正教的教堂的前面 去看另外一个街道的对面 有被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导弹攻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说 有点像内战 这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不像是两国在打仗 不要像内战说 那个财产也是我共有财产 这个我不打 当然有这个含力在里面 但是如果乌克兰 要去攻打克里姆尼公 就可能会破坏了这个规矩 那我相信乌克兰 会派很多的无人机器 击毁俄罗斯的油库 或者机场 会不会攻打克里姆尼公 我存疑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但是 不排除说因为5月9号 俄罗斯要庆祝 二次大战的胜利 大日子 大日子 所以之前 先这个给俄罗斯 呱呱呼着 你看吧 你现在防空系统 做得很差 然后这个第二个呢 你看 这个我就刮你胡子 你也拿了什么没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有很强大的宣传效果 那克里姆尼公被无人机攻击 大家第一个好奇就是说 那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是怎么玩的 对啊 第二个好奇是 那个无人机是谁的 我赶快去买 真有效啊 可以突破他的防空系统 这个是一个两个很有趣的反应 那因为这个很明显的 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 那我们从他那个途径里面来观察 应该不是俄罗斯自己人所发动的 而且不是在控制系统 应该不是在莫斯科室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克里姆尼公 我进去过两次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俄罗斯的总统 是前面那个黄白相间的房子 那后面那个圆顶呢 是俄罗斯的参议院大楼 他是飞到参议院大楼 他如果今天要攻击总统府 俄罗斯总统府的话 应该会有更大的效果 而且他干嘛飞过去呢 他直接就撞击那个什么 俄罗斯总统府的屋顶啊 不管炸出什么样的洞 至少可以产生很大的宣传效果 一个嚇阻的效果 结果他竟然飞到了什么 飞到了参议院大楼 那个圆形屋顶过去才被击落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操控者没有办法 准确的操控他攻击俄罗斯的总统 可能是那种远端遥控的方式的 一定是相当远 一定是在莫斯科城市以外 因为操控距离 如果超过10公里 就会有点的困难 所以以这个来看的话 应该是莫斯科城外 第二个呢 那应该也是对莫斯科 不是很熟的人 如果真的很熟的人 像那走自己家的厨房一样 怎么可能会打错啦 对不对 因为那个目标很大 对 俄罗斯总统府就是 你看那个红场有没有 有一堵红墙 红墙后面那个黄白相间的 就是总统府 那你怎么会是打到偏差那么大呢 所以不排除是 可能是其他的这个特种作战人员 在玩的一个游戏 这种人的背景 有可能是乌克兰不受中央政府 节制的一些特种的人员 或者是俄罗斯指责是美国 也不能误导你 因为美国干过北溪啊 他不一定是中央情报级自己做的 他可以找别人做啊 是 所以到底是谁干的呢 好 现在呢 俄罗斯已经先说话了 他们指控呢 佩斯科夫就说了 美国就是刺杀行动的幕后黑手 好 美国当然是立刻反击啊 像是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就说 你这个说法很荒谬可笑耶 我美国我跟你保证哦 绝对没有参与其中啦 我都还在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再来了 最近有一个阴谋论 就像刚才蔡委员讲的 这么大的一个 正在一个战争的国家 难道这个莫斯科 没有任何防空系统吗 怎么可能 那再来防空系统失效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以才会有阴谋论说 有人认为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因为呢 华府智库的战争研究所他认为 俄罗斯你们才刚部署了一个号称很强的 铠甲防空系统 那我请问啦 无人机怎么飞进去 飞进去你们不知道吗 那你这样不是很丢脸自打脸了吗 再来攻击发生不久之后 克里姆林宫的口径一致都认为是 乌克兰发动攻击的 他说种种指向 有可能是俄罗斯自己是幕后的主谋 好但是呢 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媒体呢 吉木新闻他就认为 别忘咯 乌克兰最近就四月份而已 才刚收到美国送来的 这个是一批美制的叫做无人机巡飞弹 又被称之为像是这个自杀无人机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啦 这个巡飞弹 因为它被称之为游荡弹药 它的射程正好是445公里 正好呢 你从乌东北部发射 它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 所以现在大家阴谋论嘛 就是你讲这个我讲这个 那最近大陆呢 发言人毛宁是赶快出来说话啦 不论是俄罗斯 不论是这个乌克兰 避免采取可能让局势升级的行动啦 代委员 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其实俄罗斯说要刺杀普丁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那个时候时间是晚上两点钟 莫斯科是晚上两点钟 那怎么可能普丁他上班 普丁没有住在那里 所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说起来 有人说那怎么可能有人刚好拍到 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半夜喔 不是 红场上面的游客 24小时不间断 都有人 你任何时间去红场 半夜也没有管制啊 没有管制 因为他前面有个很漂亮的教堂 那个角度就是在教堂那边拍的 有个五彩兵分 大家很经常看到兵分 就在红场的正前面 那个游客24小时都有人 一大清早一大晚都有人 所以拍到不稀奇 而且最早出现这个视频是在什么 是在那个Telegram的这个 社群软体里面 Telegram大概有点像推特 俄罗斯的推特 所以在上面出现了 这证明是游客拍的 那所以这个俄罗斯自导自言 我也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 这是刮鬍子 干嘛刮自己鬍子 刮得这么严重 没有必要啊 这是很丢脸的 就当他质疑说 你俄罗斯怎么这么拉惨 不过我承认一点 他们的这个航空系统怎么了 就是这个角度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角度 因为所有的角度 都是在这个教堂前面拍的 所以正式让 那是游客集中区域 那对于俄罗斯 拉惨不是这个事情 以前好多地方什么 军舰被打了 因为没有准备了 什么东西 很多基地被打没有准备 真的有个拉惨 只是大家说 因为时间点比较敏感 因为呢 马上这5月9号就是胜利日 这个日子呢 对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 而且他们会通常会进行 一个红场大阅兵 对 没错 最近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进行这个 红场阅兵的这个 二次的夜间彩排 5月9号呢 正式红场阅兵 只是因为这次无人机事件 21座俄罗斯的城市 有取消了这个 二战的胜利游行 这个胜利日 对俄罗斯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呢 这是俄罗斯的国庆日吧 他们大概因为很多家庭都 俄罗斯上大家有个印象知道 是二次大战 为了战争的死亡最多人数 比中国还多 对一个国家 所以大概每个家庭多人 为二次大战 他们叫为国战争而死亡 所以等于是全国性 一起办了一个活动 那他当然会担心什么 比如说这个 大陆的一个媒体 吉木新闻报导 有这个巡飞浪 其实就是自杀无人机 大部分的无人机 攻击完了希望能够回收 但是只有这种巡飞弹 只是出去就不回来的 到目标就立刻攻击 那可是他讲说可以飞400公里 还飞不到莫斯科 还飞不到 为什么 因为无人机不会直线飞行 跟一般的那种战斗机不太一样 没办法飞那么高 可能会高高低低的飞 对对 而且路径要绕的 所以这个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 但是不排除他们潜进去 俄罗斯随便那个境内 很靠近莫斯科郊外 真的很荒凉 很多地方可以躲躲藏藏的 那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放那种自杀的这个炸弹 去攻击你正在进行的 二战的胜利游行 万一成功的话 俄罗斯不是很丢脸 所以死伤不会很严重 可是真的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取消彩排 取消无人机要可以飞行 这个是俄罗斯 哎呀怎么讲 没有面子啊 虽然没有重击 但是也有冲击啦 然后最后两分钟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短评一下 因为最近俄罗斯媒体 有一个爆料 美国还有这个欧盟国家 不是送了很多这个武器 到乌克兰去吗 结果呢你知道吗 英国的这个国防部长 武装部队的这个国务大臣 西佩他就爆料 他说呢你知道吗 存在英国的原污武器 竟然在交付之前 出现了这种被转卖的情况 都还没送到目的地的手上 就被卖掉了 这个情形从开战到今天 美国媒体有报导过 然后英国媒体 德国媒体 法国媒体都一再有报导过 那我只能从两个角度 来跟大家解释 第一个 在一个战争上 这种失控的情形 尤其是像乌克兰这种管制 能力比较差的这个军队 这种情形不能排除 第二个 乌克兰的军队很多不是正规军 很多比如说亚述营 很多是国民警卫队 他不可能像正规军 要有很严格的管理系统 所以这个状况 是有可能会发生 那第三个 乌克兰的贪腐情形 在战争之前 就被类为什么 被类为是 欧洲最贪腐的国家 是 对 那第四个更严重 他们前段时间 有一个副部长 因为军品问题 他没有讲得很详细 被美国中央情报局 开了25个人名单 要求责燃司机把他们解职 其中有四个人被解职 就是其中有人负责发军品的 那请问一下 如果中间有外流到黑市里面去 因为很多国家都很喜欢这种武器 美西方国家的武器 对 留到哪里去 留到中亚 留到中东 这些国家很喜欢 而且是什么 一些特别的团体 特别的组织 更加需要 没错 所以二乌战争 其实背后的确有很多阴谋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 并且请立刻下载